我再多一個多工作表 如果假設我想要達到剛剛那個效果的話 那我就把原來的這個考頻複製下來 然後在上面呢多增加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就是for S等於1到4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它就會先切到第一個 所以切第一個的話我就做D 所以其實這個1到4指的是做4次 那再來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R 到NAS這幾行程式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哪一個蓄詞點 這個哪一個蓄詞點 等於說第幾個工作表 如果我點第一個 那我就做底下這一些事 把這個事情拖拉到這個 蓄詞S點slate這個下方 那一般習慣我會再把它選起來 按個TAB鍵讓它縮排 意思就是說呢 先切過去之後呢 做剛剛的這件事情做一遍 所以它會先切第一個 然後做一遍 再切第二個做第二遍 再切第三 以此類推 OK 所以我是把剛剛的考頻 直接怎麼樣 就是 多複製過來 然後加一個底線多工作表 那一樣需要一個清除 所以把這個清除一樣複製 然後貼到底下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多工作表 所以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名稱 好 那這個動作都一樣 所以我一樣把這個回圈有沒有 這個回圈拿來這邊用 然後這邊的範圍按TAB鍵讓它縮排 然後底下記得不要漏掉那個next 就是這個next 下一個的意思 好 這樣就改完了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不過我建議 因為這個跨工作表 真的非常容易出錯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做的時候 我建議你不要直接按執行 我比較推薦你用那個 什麼的 增錯裡面的F8 F8是主行 所以我們按F8好了 這個先清除好了 F8 不過應該會切滿慢的 現在這個會跑很慢 那如果跑很慢 就讓它直接執行好了 那這個S的話是第一個 因為我現在工作表在第二個 所以你會發現它會切過去 應該會切到第一個吧 有沒有切到第一個了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是第一個了 好 沒錯 然後再去向下追蹤 然後再清一個 不過這個清很慢 所以這個沒辦法一直慢慢這樣按 所以我讓它全部跑完好了 乾脆我設個中斷點 就停在這個 選擇這個地方 讓它全部跑 跑完之後呢 它就停下來了 有沒有 然後再 再來就切到第二個 有沒有 切點 切過來 切過來第二個 那一樣啦 再把它全部清掉 OK 全部清除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再 Shift等於3 所以再清掉 再來就切到第三個 有切到第三個 這部本來已經清空了 那就 這應該執行沒有影響 再來就是切到第四個 OK 所以這邊把它切過來 那這邊一樣把它全部清空 好 就結束了 不過它有 這個地方我覺得有一個 比較不夠貼心的地方 就是它會停在助理員的地方停下來 我好像比較希望它能夠再切回在第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要希望切回到第一個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可以在這邊寫一個什麼 切回到第一個嘛 叫什麼 序值多少 第一個 所以序值1.slate 這樣的話它跑完之後又回到第一個了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OK 所以這邊根據最下面要再加一個 序值1.slate OK 那程式理論應該寫完了 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這個應該 這樣就OK了 那這邊的話 我把它先切回來 然後先 所以按鈕一樣 這兩個 按Ctrl鍵 然後把它複製 複製的話我是拖 CtrlC CtrlV 那這邊的話是跨工作表 這個是考評跨工作表 這個是清除跨工作表 好 這樣OK了 好 那跑跑看好了 清除剛剛執行的 那 考評看看 我考評這邊會先停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設中的 讓它跑一下 這個第一個OK了 那S等於2嘛 所以它切到第二個 切過來了 做一樣的事情 OK 然後再做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最後又切回來了 還滿OK的 看一下資料對不對 底下OK 這邊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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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問題 那沒問題 那這樣的話 最後OK之後的話 我把這中段也拿掉 那我們來再跑跑看好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這個清除 有了 看一下有沒有清空 這三個都清空了 好 然後再輸出 有了 1 有資料 沒問題 這個有沒有知道 這有資料 OK 所以其實跨工作表 主要是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回圈 不過這樣複雜度 可能會相對也提高一些 也就是說在原來的 這個回圈外面 再包一個 For S 等於1到4 然後它可以切過來 做一樣的4 再切過來 等於做4次的意思 好 那這樣的話 請各位 這個多工作表的部分 可以試試看 這樣以後 如果你工作表 再多也不用怕 不然的話以後 假設你如果不會這個方法 變你就是 就是每次就要再來一次 切碼 浪費 最後就是再多一個 Shit 1.slater 把工作表再切回去 OK 那今天的作業部分的話 就是請大家 把這個練習 試著完成看看 所以今天大概基本上 主要有幾個 第一個就七個欄位的公式 OK 把它做完之後 然後在第二個step就是 把它轉換成 這個單一個工作表的VBA 這兩段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我們有多增加一個 向下追蹤的一個變數 加到這邊 OK 那第四個的話呢 就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就是加一個 For S 這邊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可能還是要多練習啦 因為像這種東西真的很花時間 而且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困難 但是你要寫錯一個小地方 那就是錯了 OK 而且我滿建議啦 當然你如果不縮排 其實程式一樣可以run 但是你不縮排 這個程式看起來真的很累 所以建議 盡可能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你那個縮排 縮排器的按Tab Tab鍵 讓它可以漲得 跟我這邊看的 盡量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剩下時間給各位 把今天的作業完成 請說 請說